下一個也是觀念體 是有關於溶解度的觀念 甲乙氧氏管有2顆12顆的硝酸甲 放勺深蒸流水 拉拉的觀察情況 30度的時候溶解情形如何 給一個溶解度的表格 這種給表格的時候就經常問你 它可不可以全部都溶解 各位 它會不會全溶 OK 好 表格告訴我 30度溶解的時候 100毫升可以溶45公克 100毫升或是100公克 因為水的密度是1 所以100毫升就是100公克 好 所以100毫升30度 100毫升溶45公克 那10毫升呢 十分之一嘛 所以可以溶4.5公克 所以我最多溶4.5公克 我最多可以溶4.5公克 你給我2公克會不會溶 會溶 你給我12克會不會溶 不會嘛 所以呢 甲可以全溶嗎 乙不能全溶嘛 所以我們答案就選擇的是B 答案就選擇的是B 很簡單 很簡單 但是這種提醒也是愛考的提起 給一個表格 給一些數字 然後就問一下你會溶還是不會溶 OK 那這個有類似濃度關係 這裡有水 然後有固體 它告訴你 飽和濃度是20% 又更好心地告訴你 表示100克水最多溶25克 那請問你這樣子 我如果這兩杯都飽和誰濃啊 一樣濃嘛 同意是嗎 同樣的溫度 同樣的壓力 我兩杯都飽和之後一樣濃嘛 那如果一個沒飽和就比較不濃嘛 OK 簡單小問題 那他答案是多少咧 他的答案是多少咧 他的答案是多少咧 他是哪一個答案咧 這個現在應該換一個帥哥男是嗎 帥哥男 你們幫朋友40號 22號 22號 22號不在 自由生 換一位大哥 三一 你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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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務處報告 以下面到班級的副班長 不知道 現在請一個到學務處 填寫或確認 朱缺席一難表 904班 909 朱嗎 123是哪一個 7年12班 你聽了我聽不清楚 你說123是哪一個 蛤 C3 你選C嗎 選3嗎 對 OK OK請坐 你答案選擇是C3 C7 C3 C3 100公克容25公克 50公克容12.5 我能夠容12.5 你只給我10公克有沒有裝滿 沒裝滿 未飽和 100公克容25公克 70克乘0.7 17.5公克 我最多容11.5 你給我20 容不完 裝滿 飽和 同理 90公克可以容22.5 你給我30 也一樣 容不完 裝滿 飽和 所以 乙跟餅都怎樣 飽和 沒有飽和 所以呢 誰就容 乙跟餅一樣容 乙以假大 所以我們答案呢 假小於乙等於餅 我們答案選C 選C C就是 簡單小問題 溶解度的觀念題 溶解度的觀念題 很常考很重要 最多容多少 可以怎樣裝滿 人不能全容 你要能夠會判斷 這就是我們希望你學會的事情 可以嗎 可以